发生两分钟 让世界听见你 今天要跟你分享的主题是 面对镜头最难的是什么 自从我在推展这个发生两分钟以来 我发现到有很多人认同 然而最担心的地方就是他不敢面对镜头 为什么不敢面对镜头呢 有两个问题 第一 是技术问题 第二是心态问题 你觉得哪一个成分比较高 哪一个比较难解决 我们先看技术问题吧 技术问题有两个 第一 不敢面对镜头 不习惯面对镜头 第二 面对镜头的时候 到底要说什么呢 非常的不自然 请问这两个问题难解决吗 对我来说不难解决 透过两个字可以解决 这两个字叫做次数 只要我们做的次数足够多 练习刻意练习到一定的情况 自然而然就敢面对镜头 侃侃而谈 而且很轻松自如 我觉得我现在面对镜头就有这种感觉 因为我已经过了半年面对镜头的练习了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比较复杂的就是心态的问题 我记得我刚开始在做这个面对镜头的时候 最大的心态就是不敢真我面对镜头 很希望透过一些修饰 一直在追求完美而不是追求进步 如果我们愿意用真实的自己去面对镜头的话 我想自信就会来了 自在也会得到了 而且又很自然 所以啊 面对镜头了 最难的还是心态 我们就从心态着手吧 我是游泳机 简单容易计较游泳器 拜拜